今天一早啊 长春气象台就发布了蓝色预警信号了 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市会有5到6级的大风 瞬间风力可达到7到8级 这不就在这个消息发布后不久呢 这大风惹祸了 今天上午10点20分左右 长春亚西亚商场正门的瑞祥中宝店 中宝店这个装修用的围挡被大风给吹倒了 大家可能刚刚通过我们这个新闻导师 已经看到了四名路人就被这广告牌给拍在了下面 记者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咱们来了解一下 10点40分 记者来到了位于工农大陆的亚西亚商场正门 记者发现此时有许多工作人员 正在对倒塌的围挡进行着拆除工作 记者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人员被困 随后记者询问到目击者得知 当时有四名路人被砸 现在都已送往医院 在执行者提供的视频监控中 记者看到 当时这个围挡数值于地面 受到大风的影响突然发生了倒塌 为了了解具体的情况以及伤者的情况 记者来到了商场内找到了该事件的负责人 据这位负责人和记者讲述 四名伤者均无答案 就是因为我们外围现在是这个手表厂家 这不是在装修吗 装修呢 坐的那个围挡 围挡呢 就是今天风比较大 然后我们接到现场的时候 下去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送医院了 几个人 四个人 两个年轻人 两个年龄少大点的 刮上 然后现在都在医院那边 都没啥问题 随后该负责人表示 倒塌的围挡 属于长春市瑞祥钟表有限公司 该店入驻商场后 正在进行装修 而在入驻之前 亚西亚商场也与该店签订了安全责任书 出现这种事情 商场第一时间 把伤者送到医院及时救治 之后再和长春市瑞祥钟表有限公司 对事件原因进行调查 他们已经签了安全责任书了 现在出了问题了 下一个他能不能进场的报数 因为这是他违反协议了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追他责的时候 我们现在一个是商员 一个是现场 保证现场安全 回头了 我们再跟他共同到相关部门 把这个事情的整个的始末 进行一次整个地方的报告 记者随后了解到 这四名路人 均已被送到吉林省人民医院 为了确认四名路人的情况 记者也拨打了 吉林省人民医院齐医生的电话 这四个患者吧 就同时到了 整体来说这四个人呢 问题不是很严重 有一个呢颈椎有点轻度受伤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是怀部的一个轻度骨折 其他那两位就 在门诊观察就准备要离院了 这是 这四个患者目前已经并无大碍了 守望都市战斌 静泽报道 看到这条消息呢 大家心也放下了 因为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有拍到了小视频 所以在朋友圈呢 很多这个转发的 消息呢也是众说纷纭 刚才呢通过我们这个记者的走访调查 也了解了最确切的消息 索性这几名路人都没有大碍 但是这个事呢 也是给各个企事业单位都提醒了 尤其像这样的户外天气 风比较大 当然了像这样的天气 风比较大的情况比较少见 但是我们也要及时的做好 相应的维护工作 检查户外委党排便等设施 排除这样的安全隐患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在听到什么消息之后 不要随意去传播未经正式的消息 今天最早的时候 就像郭家所说的 这个关于这个事是众说纷纭 最后也是我们守望都是官方辟谣 希望大家不要去随意传播 未经正式的消息